然后咱们再来看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函数 有了一个目标函数之后 咱们把目标函数进行一个展开 这是我的一个Jc Jc等于1二分之一 后面这一世上串式的 就不一个去读了 这有一个平方向 有一个平方向 对于我矩阵来说怎么办呢 X的平方等于X的转置 乘X自身吧 所以说我把右边式子进行一个展开 展开完之后 咱们得到了 咱们就是得到了一个转置 乘了自身 得到了一个转置 乘了自身之后 咱们接下来再给它进行一个展开 再给它进行一个展开之后 咱们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结果的值 这个怎么展开 就是说这是第一项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第四项 对应位置相成 这得到一个结果 这又成 然后咱们把这四项 对应写下来就可以了 就是Z转置X转置 乘上一个XZ 这是我第一项落来 然后Z转置X转置 乘上Y前面符号提出来 这再落下来 第三步第四步 我都给它落下来 这样我就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值了 然后咱们先来看 在这里我要做一件什么事 我要去求一个偏导 那为什么要求偏导 咱们现在要找就是说 什么样的SET能够使得整体的表达是 它值越小越好呢 那什么样的SET 肯定这个SET应该是 它是一个极小值点 或者说它是一个最小值点 那什么样的SET能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 偏导等于0的一个位置 它会满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当我们求出来了一个目标函数之后 我们要对我的目标函数进行一个求偏导 求偏导说白了 就是说什么样的SET能够使得它的偏导数等于0 偏导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咱们的目标函数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咱们再看比如说我的一个X轴 这是SET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JSET 那其实咱们现在一眼就看出来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最小值点吗 那这个点我画一条切线 它的一个导数值变成等于0的 所以说我用JSET对我SET求偏导 直接就可以求出来当前的一个极小值点 是等于什么了 然后当我算完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然后我来看 我去给它一步一步的划减不就可以了吗 对上面的柿子 咱们现在给它进行一个对SET求偏导 这里我们要设计的就是可以直接的对我的 就这样咱们设计的就是一个矩阵的求偏导 矩阵的求偏导 咱们这个公式就给大家一个个去套了 直接套我们的公式就可以了 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矩阵的求导 然后咱们直接就可以得到我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值了 当我得到一个结果值之后 咱们再来看 这块我写了一个等号吧 这块写等号相当于是我最终的一个化简之后的值了 也就相当于上市我对此一趟做完了一个偏导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值 咱们得让它的一个值 它的一个字等于什么 那为什么咱们求帅偏导都是一个极小值点呢 这里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就稍微复杂了 经学当中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突优化 普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的一个函数都是一个突函数 突函数什么 突函数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它是我们求出来的是一个极小值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我们的一个求最大值的问题 还要转移成一个求极小值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通常求帅偏导都是求它的一个极小值问题 推化的概念对咱们现在来说就太复杂了 咱们就给大家稍微提这么一点 然后咱们来看现在我得到这样一个值 得到这样一个值之后 让我的一个偏导数等于0 偏导数等于0的时候总算 让我来不来看吧 现在让它的偏导等于0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偏导等于0的才是我的一个极致点 然后把我右边的式子把它移到右边去 右边去这就变成了一个等号 变成了等号之后我要求死一趟 怎么办呢 左边是一个x转置乘上一个x 怎么让让它去掉呢 我再乘上它的一个逆 x转置乘上一个x 再乘上一个左两边 同时乘上它的一个逆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我们来看 右边张云洛来 x转置乘上y 相当于是左边两边同时乘上一个逆 一个矩阵 如果说它可逆的话 它自身乘成了它一个逆矩阵 等于那个e嘛 就等于一个单位矩阵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最终的一个θ值是等于什么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让我的一个偏导等于0 这个时候我就得出来了啊 当前我的一个θ 它的一个值是等于什么的 x转置不一定是可逆的 这是咱们现在只是给大家说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咱们是怎么样进行求解 一会儿呢 咱们再来说 咱们的一个怎么样 用咱们的另外一种方法 咱们的一个优化的方法去求的 然后啊 现在咱们是不是算出来了 一个θ 它最终的一个结果是等于什么呢 最终的一个结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样的一个式子吧 那有了这样一个式子之后啊 是不是说 咱们先来看吧 我们知道什么 x是我知道的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数据啊 我的数据 我的一个年龄 我的一个工资 这是我的x 这是我的数据吧 y呢 银行借了多少钱 y有没有 x有没有 都是有的吧 你x有了 你y有了 你的θ能不能求出来了 也就是说啊 当你的一个x有了 当你的y有了 我们的这个θ 实际上呢 它是可求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是怎么样 用一种方程的方式 通过啊 咱们进行一个求骗了 得出来一个真实的 一个具体的值 但是啊 这种情况下 一定完全成立的吗 嗯 并不一定啊 就是说 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θ 并不是 就是我的θ 并不是一定 能够进行求解的 但是呢 咱们现在得到这个θ 是可用的吗 基本上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可用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想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于一个机器学义问题来说 我一定对所有的结果 都是可以直接求解的吗 可以这么说 现金回归啊 相当于是数学上的一个巧合了 在我数学上 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巧合 在我现金回归当中 你还真能把这个θ 给它求出来 但是呢 在很多问题上 这个θ是没办法 直接进行一个求解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策略 我们今天学习通常什么套路啊 就是说 比如说 这是我的一个要优化 要找这样一个最低点 我们怎么找啊 我们是尝试嘛 比如说你这个人在这儿 我是一步一步的去尝试 看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解 能够最接近于这样一个最优解 基本的问题的套路啊 还是我们进行一个优化的思想 而不是一个直接进行一个求解的思想 所以说啊 咱们这里啊 谢谢大家进行了一个推导 我们现金回归啊 最终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的 然后啊 咱们再来看吧 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评估的方法 嗯 在我现金回归当中啊 其实如果说大家专门是做统计分析的 那我们做现金回归可能是最多的 但是呢 在我们机器学习当中啊 用的最多的一种评估项 叫做一个R方 然后呢 之后啊 我们会讲到一个酷 叫做SKLearn SKLearn啊 是我们Python机器学习当中 一个最牛逼啊 也是最常用的一个酷 在我的这个酷当中啊 我会用的啊 就是这个酷当中 我们会调的一种评估方法 就是一个R方向 这个R方什么意思啊 咱们先来看 它的一个公式的表达吧 上面我们求的什么啊 上面我们是有一个分子 分子呢 我求的是一个残叉的平方和 什么叫一个残叉平方和啊 说白了 你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的一个分母呢 分母啊 类似的是像我的一个方差项吧 前面少了一个 N解一分之一 少了这样一个系数吧 所以说啊 我的一个分母啊 类似我的一个方差项 那我希望什么啊 我在这里 我肯定希望 我的一个残叉平方和 应该越小越好啊 那你的残叉平方和 当你残叉平方和越小的时候 我们的结果接近什么 这个越小的时候 咱们来看 上面分子越小 接近零的时候 是不是说 一减去一个越小的数 它会越接近于一啊 所以说呢 怎么样评估我的一个方 怎么样评估我的模型 好不好啊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R方嘛 当你得到一个真实值 和一个预测值之后 在我这个评估项 我们用一减去右边这个式子 如果说我的一个R方向啊 它是约等于一的 那说明这个模型好不好 这个模型比较好 但是呢 如果说它约等于零的 约等于零啊 就是说我预测值 跟它这个约方差是 就是我们的预测值 跟它的一个平均值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的一个上面的值 跟下面的值 都是一个类似的 那是不是说 上面是等于一了 越类似 是不是说你的模型 越没用啊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在这里就是说 R方它是 如果说它约等于零的时候 怎么样 约等于零的时候 它就不好了 在这里啊 引入了两个概念 就是我的一个R方向 它是到底是 约等于一好呢 还是约等于零好呢 咱们计算一下 当然R方是 越等于一 越好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R方的一个曲值 为什么我们认为 它是约等于一啊 认为模型 它是一个越好的 然后啊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 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为什么数学这么重要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这块是服从一个 就是一个正在高次分布啊 但是啊 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如果说你的误差 不服从高次分布的时候 或者说你的一个 label值不服从高次分布的时候 咱们如果说啊 咱们在这里边 有一些大牛啊 咱们肯定就是常做都知道 在这里啊 我们会做一个log变换吧 对数据做log变换 为什么 为了让数据服从一个 就是标准分布嘛 因为原始的数据可能存在 这些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啊 咱们之后会说 因为原始的数据 可能存在一些偏度 可能存在一些 就是存在一些偏度嘛 当它存在一些偏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数据先做处理 转换成一种正常的分布 这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在我们很多模型当中啊 我都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嘛 你假设这么去做的 你数据实际上不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可以做转换啊 这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给大家讲数据 为什么这些数据啊 这么重要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不光啊 是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推导 可能这个推导 大家直接用最后的一个公式 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啊 大家之后啊 再去看论文的时候 看论文他会怎么讲 他不会跟你从头到尾去讲 他会告诉你 我在哪一部做了一个更新 在内部加了一个这么像 在内部加了一个这么像 那比如说在这里 他加了一项啊 加了个什么东西 我随便加些东西吧 他在这里假设说 加了些什么东西 那你都这个公式你都看不懂 他加什么东西 整体的你还能看懂吗 那就很难了是吧 所以说啊 大家就是 我建议大家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定位啊 先做好 因为我们之后的一个定位 绝对不是说 我光用一些裤 我就搞这些东西就完事了 这样的程序员太廉价了 随便找一个培训一个月 我觉得基本就上岗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定位啊 上升到一个比较高层位 不光定位到 我怎么样用工具 能做这个事情 还要去知道 为什么去做 以及呢 我怎么样改进 怎么样能做得更好 我是觉得啊 就是说 大家需要把我们的一个理论的知识 基础先打坚实了 这些理论的基础啊 对于大家之后的学习 之后理解算法 理解咱们代码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大家